好的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来看101课的语法 这课的语法呢 咱们要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关于直接隐语和间接隐语 第二件事呢 就是关于反译疑问句的事情 那咱们这样哈 先来说直接隐语和间接隐语 这件事 有人想知道 请问什么叫直接隐语 什么叫间接隐语 中文当中到底有没有呢 这两个问题 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个电影来解决 现在请大家来欣赏 一段中文电影 它的名字叫 有话好好说 就数就包就杂子 就还就已 过来 又非便 过来吧 杂斯 抽杯烟 不抽 谢谢 挣多少钱 这不一定 这看咋算呀 这么着 你今儿什么都甭干了 拿着 替我喊个人 哦 做喊个人 对 喊个可不会骂人 谁让你骂人了 喊个人出来 一块钱 试试 一块钱 哎呀 那个得喊五倍是吧 你是钱 先钱多还是喊个多 不是 钱不多 汉体太多了 五倍是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啊 把人喊 喊出来你就走 走 走人 走人 哦 汉服来都算 对 那行 明白吗 明白 那 凯思 喊谁你就开始啊 这人叫 安红 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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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二个楼你这转转转圈喊 大声点 哦 那还不知道暗红啊 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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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要喊到这儿 接 记 记 记 行 再加一句 安红 我 我想你 我想你 哎 您可喊这有困难 我想又不是你想 您有什么困难 喊 能个思议好 思议好 暗红 我向你 暗红 哎呀 这有点不好意思 你这你这么大 拿来 赶紧 好 好 我不起来 我不起来 暗红 我向你 黄寒 暗红 我向你 暗红 我向你 暗红 我向你 好嘞 我们来回顾一下 刚刚张艺谋说 暗红 我向你 现在呢 咱不妨把这个 这个句子呢 翻译成英文 怎么说呢 很简单 叫暗红 I miss you 那么这句话 大家想想是直接英语呢 还是见英语呢 对 他不是张艺谋说的 而是那江文说的 是不是 所以呢 直接把别人的话引用过来 就叫直接一语 所以这句 暗红 我向你 暗红 I miss you 就是一个直接一语 那大家想想 如果我要把这句话转述一下 我说 他说他想你 那这句话该怎么说呢 太好了 很简单 叫 He says He misses you 那么 这句话 因为是转述别人的话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 间接音语 OK 所以这么说来 英语当中有直接音语和见音语之分 那你说中文里面有没有呢 当然有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各类语言当中都共同具有的一类东西 那么好的 接下来呢 请大家来仔细观察一下 就在这个直接音语 变到间接音语过程当中 我们来看一看 有哪个东西进行了变化 暗红 不管了 I miss you 这里面呢 是I 而后面说 He says He misses you 变成了他想你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的最大变化就是 把I变成了He 是不是 所以呢 当我们在把一个直接音语 变成间接音语的时候呢 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就是人称的变化 是不是 当然 这个大家想都能想出来 暗红哥想你 变成他说他想你 是不是 这是一个理所应当的变化 所以呢 对于我们来说 不是特别难 因为中文里面也有这事 那么好 接下来我们就主要研究变了啊 刚刚说到的是人称 大家想想 除了人称 还有什么需要改变呢 其实还有要变的 那现在来看看 还有哪些要变的 还有要变的呢 叫指示代词 有人已经忘记 什么叫指示代词了 这个那个 this that 就叫指示代词 是吧 好 还有要变的是什么呢 叫时间状语 就是今儿早上啊 昨天啊 就这些词啊 那么时间状语怎么变呢 看好了啊 如果说 当时说的是now 你在变成 变成渐渐一遇的时候 要变成then 就是把现在变成那会儿 ok 接下来 today 是今天 变到渐渐一遇以后 要变成那天 叫that day ok 再来一个 昨天 yesterday 要变成 the day before 那天之前 再有 tomorrow 明天 要变成什么呢 the next day 就是第二天啊 那么现在 你可能觉得 这些都是理论啊 一会儿你会发现 非常容易理解 好 接下来呢 最后一个 叫地点状语 就是你呢 还需要把一些地点状语 也做一些相应的改变 但是其实不多啊 地点状语呢 一般来说 就是这儿那儿的问题 把这儿变那儿 here变there 就可以了 ok 好了 那接下来 请看这个句子 she says I will leave this evening 她说 今儿晚上我要走了 大家想想 这是冒号引号 当然英文 有些时候是逗号引号 这是个直接言语 那接下来 我们把它变成渐渐言语 该怎么说呢 就是她说 她今晚要走 是这个意思吧 好 那应该怎么说呢 看好了 she says 她 也就是先把 I变成she 是吧 叫做she will leave this evening 是今儿晚 那有可能 你转述的时间呢 已经超过了今儿晚 那就是那晚的 叫做that evening 这就可以了 就这个意思 ok 好了 那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句子 我说 he says my sister was here yesterday 他说 我姐姐昨天在这儿 这是一个有多少引号的 所以是个直接言语 那现在我们来试一试哈 如果要变成 间接隐语 需要做哪些改变呢 我们先用中文说一下吧 他说 我姐姐昨天在这儿 翻译成 间接隐语就是 他说 他姐姐昨天在那儿 是这个意思吧 或者他说 那天 之前 他姐姐在那儿 是吧 那好 接下来我们来开始说了哈 首先 he says my sister 要变成什么 他姐姐 his sister he 要变成 dear 昨天呢 就是那天之前 讲的die before 这就可以了 当然 这个句当中 有些时候会有一个词叫that 你用了也行 不用也无妨 ok 好了 再来一个 he says to me I've found my wallet 他对我说 我已经找着钱包了 那这句话比较独特的地儿在哪儿呢 就是前头这句话啊 他对我说 叫he says to me 那么这种表达形式 在转化的时候呢 一般都会转化成 他告诉我 所以我们会这么说 he tells me that 那好 现在请大家把 引号当中的话 给他弄出来 那你看啊 他告诉我 我已经找着钱包了 那应该怎么说呢 他告诉我 他已经找着他的钱包了 这个意思吧 好 那开始了 他已经找着了 叫he 原来那个have呢 现在要变成has found不用变 my wallet 我的钱包要改成他的钱包 叫his wallet 这就可以了 ok 行了 那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是让大家填困的 来 再来一个 she says you can sit here jim 他说 你能坐这 jim 那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变变这个 他说你能坐这 来 我们仍然用填困的方式 他告诉jim 怎么说呢 叫做she tells jim that 你能坐这 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他能坐这 他告诉jim 他能坐这 叫做什么呢 he can sit 这儿呢 要变成nar 叫dear 这就相当完整了 好的 很多同学呢 说刚刚这个东西呢 好像似乎挺简单的 而事实上呢 直接一语转变 渐渐一语 在考试当中顶多 也就出现一些 同一句的转化 而对于各位成年人来说呢 考试当中都不会 直接考到这个内容 因为它毕竟是比较简单的 而什么时候 有用呢 就是当我们在看一些 报刊杂志的时候 你会发现 记者呢 比如说写了一篇报道 他昨天采访的 把采访别人的话 都引用过来了 这个时候呢 就有可能需要转述 转述的时候 就会使用到 渐渐一语的问题 OK 好了 接着呢 我们讨论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很多同学就会问啊 99课呢 我们刚学了冰语同句 101课 马上就会学 直接一语和 渐渐一语的问题 于是他想知道 他们俩之间 有没有关联 这个问题非常好 说明大家是经过思考的 那现在我们来 举一个刚刚 说过的例子 叫 He says that his sister was there the day before 这个句子呢 大家仔细看一看 我们来分析分析 这句话 应该是什么类型的句子 主语呢 叫he 微语动词 says 后边这一堆 是不是都是他说的 所以呢 后边这一堆 都叫做 冰语 那么大家来看看 这个句子的类型 是不是就完全符合 冰语同句的概念 叫做句子作冰语呢 所以其实 这个句子就是一个冰语从句 而事实上这句话 是不是一个渐渐隐语呢 是的 所以呢 我们要得出一个结论来 叫什么呢 就是 渐渐隐语的句子 实际上 都是冰语从句 那么既然它属于冰语从句的话 所有冰语从句的规定 它都得符合 那刚刚说的呢 是概念问题 就是句作冰语啊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实态啊 我们知道冰语从句当中 只要主句是一般 现在实 从句是不是随便啊 后边任何用实态都可以 那么大家看 原句当中是 he says 后边是 his sister was 或者has 随便用什么实态 都是可以的 OK 所以最终的结论就是 渐渐语语 属于冰语从句 比如说 那直接语语呢 直接语语 当然就不是了 简单句 OK 好了 这就是我们在语法当中所说的 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呢 进入第二个问题 叫反译疑问句 关于反译问句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什么呢 叫附加疑问句 就后边那个东西呢 是附加上句的啊 好的 那我们这样啊 先来说说它的构成 反译问句的构成呢 是先说一个陈述句 再说一个简短的一般疑问句 有些人对于陈述句呢 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晰啊 很多同学会把陈述句 就认为是肯定句 大家想想啊 陈述句 它的概念会更大一些 肯定句呢 只是陈述句的一个类型 换句话说 陈述句是包括肯定 和否定两种类型的 我说I'm not a teacher 我不是老师 是不是也是个陈述句啊 我说she's a nice student 他是一个好的学生 什么也叫陈述句 所以这个概念大家需要知道哈 行了 这是构成 接下来我们就来印证一下 什么叫陈述句 什么叫简短一般疑问句 我说这样一句话 It's a nice day 哎呦 今儿天气不错 那现在呢 我要说个一般疑问句 这个一般疑问句叫 Is it a nice day 今儿天好吗 是吧 可是呢 这是个一般疑问句 是不是 就是普通的一般疑问句 现在我们要把它变成 简短一般疑问句 那这个简短怎么简呢 大家看一看啊 前半句当中有 a nice day 后半句当中也有a nice day 那你想 是不是把这个a nice day 干掉啊 就可以了呗 所以这个句子就变成了 is it 就行了 可是呢 有同学又观察出了一个变化 刚刚是肯定的来着 现在变成否对了 叫isn't it 是不是 所以呢 这就是反应疑问句 之所以得名为反应疑问句的原因 所以现在我们要研究的呢 就是这个字 关于反的事情 那我们不断地在说 所有这些语法的名字和概念 都是中国人取出来的 所以呢 在中国人取名字的时候 一定已经想到了 这一类语法 它的用途 它的用法 所以说 反应疑问句的得名就在于 这个字叫反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 在使用反应疑问句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反 看好了 如果前面这个陈述句是肯定的话 那么后边这个简短的疑问句 就有否定形式 而如果前面的陈述句是否定的 后面就有肯定 所以有句话说 前肯后否 前否后肯 这就是说的是反应疑问句的问题 OK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刚刚说的那句话 It's a nice day Isn't it 说 今儿天气不错 不是吗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反应疑问句 那相反 如果这么说 大家看看 我说 It's not a nice day 今儿天气不好 后边就得说成 Is it 这个肯定形式了 OK 好了 那接着呢 我们继续往下聊 问题呢 是当我们在说一个 反应疑问句的时候 该如何组织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要聊一聊 关于组织的步骤 总共有三大步 看好了 第一是动 第二是反 第三 换 这仨词分别什么意思呢 咱们来聊一聊 动的意思就是找动词 反的意思呢 就是要考虑到 前否后肯 前肯后否 换的意思呢 就是有些时候 要把人的名字 换成个代词 好 现在举例子说明 请看 我说Lily is in Tokyo Lily在东京 好 首先找动词 大家看 这句话的动词是谁呢 非常好 is 接下来考虑反 前头是is 那你想后边 你得变什么呢 叫isn't 接下来换 换什么呢 把Lily换成代词 是不是叫she 所以这个反应疑问句 就叫做 isn't she 可以了 OK 好的 再来一个 我说Chinese people were hard years ago 意思是说啊 多年前 中国人民非常的艰苦 那第一步 来找动词 这里面动词是谁呢 非常好 叫were 接下来反 请看前头是were hard 肯定的 后边呢 就得否定 叫were hard 接下来呢 是换 把Chinese people 换成一个词 叫什么呢 叫they 所以叫were hard 就可以了 OK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更多例子 请看这句话 我说 Lily goes to school on foot Lily呢 走路去上学 好 第一步 找动词 动词叫goes to 有人说 行吧 那我就把goes写在那吧 那大家想想啊 十一动词在英语当中的 数量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直接把这个动词 写在那后面 是不是不具有普遍性 所以呢 我得把这个词呢 给它提炼一下 大家想想 goes 它是不是三单形式 而我们知道一个词 可以代替所有动词的三单 叫什么呢 非常好 叫does 这就是动词的转变 好 找到动词了 接下来是反 前倒是goes to 那么大家想想 是肯定的呗 后面就得否定 就得把does 变成doesn't 再接下来呢 把Lily弄成个代词 那就是doesn't she 行了 好了 再来一个 Sam had a meeting last night 昨天晚上Sam开了个会 大家想想这里面的动词是谁呢 对 had 有人说行 那就写had呗 同样不行 因为这是个实义动词 你得找找had这个词 用谁来替代呢 对了 我们知道有一个词 可以代替动词 所有的过去式形式 叫什么呢 对了 did 搞定 接下来再来反 看前倒是肯定的呗 后面就否定了 叫didn't 接下来把Sam变成一个什么呢 代词 于是就叫做didn't he 就可以了 OK 行了 这是第二种类 接下来继续看 我说这样一句话 Lily can't speak French Lily她不会说法语 好 同样的道理 先找动词 动词是谁呢 can非常好 然后呢 是反 前倒是cunt 那你想后面是can吧 就行了 不用动了 接下来是换 把Lily换成she 于是 这个反应文句很简单叫 can she 好 再来一个 Sam must stay at an hotel Sam必须待在酒店里 那好 这里面先找动词是什么呢 must 有人说了 老师后边还有一动词stay呢 刚刚那个还有speak呢 哎呦 各位注意了 当情态动词跟别的动词在一起的时候 你说谁重要 当然情态动词重要了 所以我们找那动词 一定优先找情态动词 OK 行了 情态动词must 放这儿 接下来是反 看 Sam must吧 肯定 于是变成must 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是 Sam变he 于是呢 变成什么呢 must he 这就行了 OK 好了 有人说must的否定形式 好像语气特别强烈 是不是 确实是啊 must的否定形式呢 是所有否定当中 应该最强烈的 翻译上中文是 不许 禁止 就这种意思 但是反应文句的时候呢 你要这么说 也是无可厚非的 可以 好了 继续举例子 看好了 我说 You have finished your work 你已经把你的工作做完了 是吧 那好 找动词 动词是have 有人说还有finished的呢 好 这就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事了 这句话是一个 现在完成时 说你已经完成你的作业了 是吧 好的 那你说这里面的have是什么词 对了 是个助动词 finished是个实意动词 而在这里面呢 有助动词 我们就先提助动词 所以这个句子的动词 就找到have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是反 前头是have 后面你用havent 然后换呢 因为已经是you了 所以就不必换了 直接说havent you 就可以了 OK 行了 再来一个 Sam hasn't had his lunch 说Sam还没有吃午饭 那好 我们先来找动词 动词是什么呢 找has 然后呢 再来反 前头是hasn't 现在就用has就行了 然后Sam呢 换成he 叫has he 就搞定了 OK 行了 那么以上呢 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 有心并且细心的同学 也许已经发现了 我们所举的这些例子 都各具特点 那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 请看第一组例子 是不是都是必动词 当然我们知道 必动词又一般现代识 或者一般过去识 随便是什么识态 总之都是必动词 是吧 好的 第二组 goes to 还有had 这些词都叫什么呢 实意动词 那不论是过去识 还是一般现代识 总之我们都管它叫 do 系列 OK 好的 再往下一组 有can must 显然它们属于 情态动词类别 再往下呢 叫have finished hasn't blah blah 都是人们呢 由have这个助动词构成的 是不是 好的 那么在组织反应问句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分为 这么四大种类的动词 大家在找动词的时候呢 务必注意 这四大种类的动词 可能有些差异 OK 那么大家呢 根据这个 慢慢稍微复习一下 就可以了 这就是关于反应 疑问句的组织问题 OK 好了 最后呢 我们要聊一聊 反应问句呢 咱们已经会组织了 也知道这个用法呀 等等都知道了 问题是我什么时候用 它的功能是什么 所以呢 每学完一个东西 大家要想想 我学了这个东西 它的功能是什么 我啥是用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来先总结一句话 然后再来阐述 为什么这样 反应问句 如果说功能的话 基本上 它的功能就是 期待对方给出 支持或者赞同的观点 有人说 这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想 假设 你有一个女朋友 这一天呢 你女朋友穿了一件新衣服 然后跟你说了一句话 It's pretty isn't it 哎呦 这衣服挺好看的吧 不是吗 你说 此时此刻你的回答有几种 想必聪明的男士 只有一种 那就是对对对 特别漂亮 所以你想想 你这个女朋友 是真的在问你问题吗 不 她其实是特别期待你 对她有赞同的 支持的观点的 是吧 所以 反应问句 通常情况下 就是这个功能 OK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反应问句呢 有些时候还可以 不像我们刚刚那么吃力啊 又动词啊 什么又这个 反啊 什么之类的啊 不用那么干 有些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一个语气词就可以了 比如说 就刚刚这个 我说 It's pretty right 这个right 就相当于 Isn't it 再比如说 我可以说 It's pretty 这个 就是 Isn't it 的意思 OK 好了 所以呢 反应问句的功能 大家知道了之后呢 就知道未来在什么场合下 使用 OK 行了 这就是今天的鱼